孙丽 恒安果然是繁华 好热闹啊 郡主怎么突然进京了 军师知道吗 当然知道了 正是她让我进京的 我都迫不及待想要见到陛下了 孙丽 你见过陛下的 如何 感觉就像军师说的那样 金玉其外 败叙其中 那样起飞更好 你看那儿 孙丽 驾 走 来 郡主 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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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开 停下 快点 走 快点 快点 走 快点 快点 抓到正式后人了 总共二十七人 死了十七个 剩下十个 口供全部移植 骗鬼呢 我实在难他们没有办法了 所以 我找了左马来 他倒是适合干这事 参见陛下 朕来看看审得如何了 是 陛下请 陛下 陛下 你在这里等着 为什么呀 我 陛下真是怜香惜玉 那你也在外面守着 谢陛下垂怜 臣不是浇花软玉 臣还是进去吧 你 陛下 您敢求认知他 兴朕的话 在外面守着 是 来了 秋马 问出了什么 跟陛下汇报吧 死人名正天 八年前抄家的时候 拼死护着正路的女儿逃走 我审问他 是如何突出重重包围的 他回答说 是陛下手下留情放了他们 继续 他们逃出恒安之后 先是去了趟凤阳 正路在凤阳当节度使的时候 留下了不少珠宝 随后他们带上这些珠宝 逃往了河东 又居在河东 他居然什么也没有发觉 继续说 一年之后 时居见稳 正武吵着要复仇 正好大人要创立将棋营 需要各地去挑选 合适的好苗子 于是左相 就挑了正武 进来了 也就是说 正武所有的首饰户籍 其实都是 都是左相编造的 在筛选的时候呢 正武被淘汰了 就放弃自生自灭 可不知怎么的 却被阅属房的人相中了 推荐给了承熙 结果承熙就让正武 进了紫衣局 很好 紫衣局也被拉下水了 自此之后 正武在宫里 正天他们在外面 这样一内一万 互相通过鸿姑来传往书信 所以说 鸿姑收到的所有信件 其实都不是来自卢统 而是来自河东 没错 那正武 为什么还没有练好武功 就贸然行刺 那我问你 倘若是 你身患绝症 命不久矣 你还会有时间 继续等下去吗 什么绝症 此乃正武尸骨的意见 中毒 不知道到底是突然病变 还是中毒 总之啊 我命人把正武的尸体 挖了出来 他浑身上下的骨骼 布满了全是这般 黑色的斑井 想必 他生前定是很难熬 索性放手一搏了 此事不用告诉程洛宇 是 正武一死 正天自然不顾一切的钱 来拼命 刺杀陛下不成 就去刺杀宁河 他们呢 是希望陛下去怀疑正武 从而挑起两方的争斗 除此之外 他们没什么其他可做的 陛下信吗 当年放走他们的 确实是真 现在此事牵扯到陛下 右鞠 右鞠 左相 承熙 是所有人的疏忽 造就了这样一个巧合 那你信吗 不信 但凡是经过我手的这些人 他们说的到底是不是实话 这点我还是能分辨得出来的 他们说的是实话 因为他们只知道这些 而他们背后有一双神秘的手 一直在推动局势发展 下完了这一整串的暗器 这第三人很是厉害 我已经迫不及待 想看他的下一步棋了 陛下 陛下陛下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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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不是故意闯入的 是姑姑来了急报 说您和郡主进城了 您和姑姑醒了 没醒 是弥沙郡主说 太医医术更高明 所以就进城 这么公然地来了 该看见的 还是会看见的呀 是 你想看的下一步棋 不是也看到了吗 陛下 陛下 是 赶紧更高明 свой 子性的 lifted 摯 ls 我 去 我 你这还行不行了 要不你先回去休息 陛下 我没什么事 趁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我 我可能需要休息一下 行 那朕就先去 你随后跟上 是 那十个人到底该怎么处置 第三人想借我们之手 除去那些没有价值的棋子 我偏不如他意 留着他们 好 产品 他至于 祢